中文系畢業的吳小姐 學生時期曾選修新聞採訪課程 埋下對媒體業的憧憬 現在這份工作其實是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就是現在這個公司 有來我們學校的真材博覽會 然後當時候就是海報上 就有看到這個資权 但當時的她是個社會新鮮人 也非本科系 有理想工作卻擦身而過 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 我其實就有投這家公司 但是那時候就是沒有 後來就是進補教 然後做一陣子覺得不太適應 然後想要回歸原本的專業的時候 想說那我再投一次 那我可能履歷再就是 該寫一下做得好一點 看有沒有機會 畢經挫折做足功課 終於讓她在1111平台上 找到理想工作 像1111的活動還蠻多的 像我那時候就是 有看到找工作送一萬的活動 我自己也承認我有一點點爛草莓 可是因為那時候有申請了 然後剛好這份優勢 就是比較喜歡 努力撐下去拿到一萬元這樣 所以妳已經成功拿到了 對 再上個月 快跟著吳小姐到1111 找到幸福工作 還能拿一萬元獎金喔